为什么我们减肥经常失败? 为什么今天得糖尿病、心脏病、过敏等疾病的人越来越多? 本书继续从进化的观点解释这些问题。 人体历经数百万年的进化,适应了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。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方面养活了更多人口,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,但也引起了新的健康问题。 大约1.2万年前,最早的农民出现在中东的新越地区。 很快,大部分地方的采集狩猎者成为农民,定居下来,寻化动植物。 这种生活方式对健康带来两个最明显的影响。 首先,种庄稼使食物来源相对稳定,可以养活更多人口,人群的密度增大。 采集狩猎者平均一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,农民则形成了村庄、城镇。 密集的人口、交易和动物密切接触,使多种传染病流行起来。 垃圾的堆积造成了恶劣的卫生条件,滋生了老鼠、蚊蚓等有害生物。 在抗生素出现以前,感染性疾病一直威胁着人类。 其次,农业改变了食物。 采集狩猎者吃一切能吃的,他们的食谱中包括几十种植物、肉类, 有丰富多样的蛋白质、复杂的碳水化合物、多种矿物质,营养全面。 而农民,严重依赖少数几种庄稼提供能量。 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,农民一年到头吃着单调的主食, 有时吃当季的蔬菜,偶尔吃点肉,容易营养不良。 农业更容易被天灾影响,农民会遭受周期性的饥荒。 而采集狩猎者经常可以找到替代品, 尽管他们有时也挨饿,却很少遭受严重饥荒或者营养不良。 农民主要吃加工过的粮食, 口腔里的淀粉残渣被细菌分解成酸性物质, 腐蚀牙齿,造成蛆齿,也就是虫牙。 蛆齿在采集狩猎者中很罕见,成为农民后就普遍起来。 传染病,蛆齿,营养不良等等,可以看成是农业社会的适配疾病。 成为农民后,人类脱液淀粉酶基因的表达增加, 身体产生了更多淀粉酶,可以更好的消化淀粉。 畜牧业造成一部分成年人有了乳糖耐受,可以消化牛奶。 他们身体中的乳糖酶基因成年后继续表达, 而自然界的哺乳动物断奶后就不再产生乳糖酶。 采集狩猎者的生活并不容易, 每天平均需要走十公里以上,花五六个小时得到食物。 但农民工作时间更长,吃得更差,更容易生病,甚至英年早逝。 农业养活了更多人才有了文明出现,但也造成社会分层,带来了奴役、战争等痛苦。 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条件改善,主要发生在过去一百年里。 现在许多曾经在农业社会致命的疾病,今天已经很少成为健康的威胁, 但是一些从前很少见的疾病越来越普遍。 施配甲卓认为,这是由于我们长期计划而来的身体不能适应现代环境的刺激。 这些疾病有几个共同特点,都是慢性非感染性疾病,病因复杂,并且对繁殖基本上没有影响。 施配的原因无非是环境刺激过多、过少或过新, 例如有的病发生的原因是摄入的糖和脂肪太多,纤维太少, 有的是运动不足引起的,还有些是由于摄入了人体不能消化的新型脂肪,比如氢化脂肪。 二型糖尿病是一个典型的适配疾病,一百年前这个病很少见, 今天发病率越来越高,患者也越来越年轻,这个病很大程度上是吃出来的。 食物的三种基本成分,蛋白质主要用于构建机体,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提供能量。 脂肪在肝脏中代谢,一部分燃烧提供能量,一部分储存起来。 碳水化合物在消化道被分解为糖,大脑需要持续的葡萄糖提供能量, 因此血液中要保持一定的血糖水平,但过多的糖对机体有毒。 当血糖升高,一线就会释放胰岛素,让肝脏把多余的糖转化成糖原,更多的则转化成脂肪。 二型糖尿病人的细胞对胰岛素失去敏感性,不能有效控制血糖水平, 高血糖最后会损害多个身体器官。 工业化之前,糖一直是奢侈品,食物中的糖主要来源于淀粉和水果。 今天我们吃的水果已经高度驯化,比它们的野生祖先甜得多, 而绝大部分野生水果甜度和胡萝卜差不多。 自然界唯一含大量糖分的食物是蜂蜜,获得蜂蜜的过程既困难又危险, 因此以前的人很少能吃到含糖丰富的东西。 糖能快速转化成热量,热量对生存至关重要, 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一直写在我们的基因里, 一旦有多余热量,身体就会把它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, 这也是减肥困难的原因。 折糖的大规模生产,高果糖玉米糖浆的发明, 使糖变得很便宜,很普通,我们日常消费的糖也大幅度增加。 一个世纪前,人们主要通过吃水果蔬菜摄取糖分,里面有大量纤维。 而现在,每天摄入的糖是从前的好几倍, 主要通过碳酸饮料和甜食,这些东西里面几乎没有纤维。 纤维能减缓糖吸收的速度, 饮料甜食中的糖更快被人体吸收, 使血糖水平迅速升高, 使一线快速蹦出大量胰岛素。 由于血糖升高太快, 我们的身体来不及搞清楚到底需要多少胰岛素, 所以蹦出的胰岛素往往过量, 这又导致血糖快速下降, 使大脑产生饥饿感,想吃更多东西。 农业现代化给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便宜的能量来源, 食物身加工去除了大部分纤维, 所以今天的饮食不仅热量常常多于日常需要, 而且纤维的缺乏还导致机体吸收热量的速度, 超过了肝脏和胰腺处理的速度。 我们的身体一直以来适应的是低糖和富含纤维的食物, 还没有进化到以如此快的速度处理这么多能量。 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将大量过剩的糖转化成内脏脂肪, 过多的内脏脂肪会引发代谢综合症, 可导致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某些生殖系统癌症等等一系列问题。 二型糖尿病在早期可以通过严格控制饮食和大量运动来治疗, 但是这和我们基因里的深层欲望矛盾, 我们的祖先经常处在能量不足的状态, 空着肚子找吃的, 因此一直喜爱高热量的食物, 而且一有机会就要休息。 在一个食物丰富, 日常几乎不需要体力活动的现代社会, 和好吃懒做的本能作对, 谈何容易? 所以,早期糖尿病往往会发展成晚期, 需要药物控制。 糖尿病是一个主要由于环境刺激过多导致的适配疾病, 下期我会讲讲其他适配疾病, 和我们可能的应对方法。 感谢您的收看,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 请订阅和点赞。